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支持国民经济 我这都是服务大家 大家给我的购物单 我就替大家买 我自己还真没买多少 你为什么那么多人托你买呢 因为是这样 我因为个人的原因 去年在日本有小住的一个机会 然后大家听说之后 就隔一段时间就给我一个购物单 然后经常因为现在有微信了 很方便 特别是女性化妆品需求很强烈 基本上是给我拍张照片 什么牌子 然后呢我就拿着照片 因为有的我也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基本上就拿着这个手机 去找人家服务员 我说就是用 因为我也不会说日语 就用简单的 库列湾 库列湾 我也不怎么会说 我就用英语说 我要买这个 反正这个基本上就懂 然后所以借此机会 我也认识了不少品牌 以前我也不太知道 后来我也很好奇 我也做了个小调查 我说你们为什么买 国内也有这个品牌 基本上主要的还是因为价格问题 价格差的很大 价格差的很大 你像刚才他那个避风就说 他这个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两个化妆水 两个化妆水 是多少钱跟国内的这个差价 据你们自己的编辑说 据我节目编导说 他说这个两个 单独一个可能在国内卖200多 但是我给他买的两个 加在一起不到300块钱 然后我给同事带的 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的品牌 我同事说要在网上代购的话 是1000多 我帮他买的是600多 所以可能差的 你讲的都是化妆品 化妆品 因为化妆品都是日本生产的 对日本生产 而且他主要就是说 他就是女的就说 给日本人用的同样的 就是比给中国人用的好 这个有这种说法 但是我也不太知道 是不是 包括就是说 人家给本国人生产的 这个同样的东西 和给你这个中国 卖到中国来的东西 质量这个效用是不一样的 但这只是传说吧 这是一个信心危机吧 没有啊 就咱们组编导 他的脸可以做证明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一般的脸是中国的 那一般的脸是日本的 时间长了就阴阳脸了 是吗 不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是不是因为 它那个质量的 检查的标准不一样 中国的 比如说有一些 对有一些产品的要求 会比较低 我觉得就准入门槛 比较低 所以呢 中国对油的标准比较高 对化妆品的要求比较低 包括你还别说 为什么什么都在外国买 它这个现象 除了一个是便宜 再有一个 我看了 你比如说好像关于 食品安全这方面某些成分的检测 好像咱们光列出来的项目 就远远少于西方的国际通行的标准 那你说哪个放心一些呢 它也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在日本 你看百货商场什么情况 是不是都是国军 不是 现在讲国军应该是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军 是这样 因为我不是游客 所以我就没有不会就是跟着那个 我觉得说买空日本的那大部分是旅行团 而且我发现吧 因为我好几次坐飞机身边都坐着旅行团的人 我觉得有一种吧 就是你一旦参加旅行团旅游吧 你就有一点是什么 就是被那个导游给洗脑了 一定要买这个 一定要买那个 你不买就觉得你吃了大亏 所以人的到那种状态下 就我觉得就精神上被控制了 你就到那 他们经常拿单子 就是对照 这个第一种什么马油 我坐在旁边问我 日本什么马油产品 我说我没听说过 我不知道 因为我可能是在另一个气氛下 我没有在这个中国游客的这个气氛下 这个购买东西的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气场 就是导游会给他们推荐 比如到日本必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第二样东西是什么 包括电饭锅呀 这个化妆品呀 什么马桶盖 最近很 我看很畅销是吧 你没烧两个回来 我没烧 太大宗了 这大宗产品不太好吃 这还大宗 那天那个马油都说 买梯子的从日本 买什么梯子 梯子 干嘛 为什么 自然好 他觉得日本的梯子稳 中国梯子踩上去 咯吱咯吱咯吱 这话说回来 就是我还接受另外一种 比较大量的这个请求是什么 就小孩用品 最大一个是什么 他买小孩用品的父母 是这样心里 我不在乎价钱 最在乎的就是安全 安全 对 小孩的药 小孩的这个什么 比如说日本人 他可能是日本人 我就说空气太好了 也不好 他们抵抗力很差 动不动花粉过敏 所以日本你看 他戴口罩人特别多 那说明空气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 动不动就花粉过敏 我们花粉过敏 肯定到咱这就好了 在日本就是戴口罩人特别多 一到什么开花的季节 什么什么 你看他们 我就说太不像我们这个皮是了 动不动就打喷嚏 就干嘛的 然后相反 所以就是治鼻炎的 治眼睛的这些东西 就我周围的妈妈 求够这些东西比较多 甚至什么牙膏 什么什么 这奶粉当然没有了 我就因为可能孩子都稍微比较大 但是孩子用品比较 出现了 现在有的评论很气愤的 就是说感觉就是中国人愚昧 说是到日本买东北大米 什么就是说大米都在日本买 你见过买大米的吗 没有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象 就是什么 肯定如果说少数游客 那可能是导游忽悠的 或者是有他一定的盲目的成分 但是如果说是个很大规模的行为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相信人基本上不是傻子 对吧 都是自己挣的钱 那么一个就像他说的便宜 品质 放心 你说我现在觉得购物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有没有一种买疯了的情况 经常是出现在爱屋及屋 你看你发现没有 我经常买衣服啊 就在一个店里就就去买了一大堆了 就是因为啊 你进去你就喜欢 他又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跟很多种微感觉有关系 就是说你进去以后 哎 这件你非常喜欢 然后呢 当你买到 当你在他这买了四件五件的时候 你注意这个时候你的非理性有点爱上了 你就有点爱上了 哎呀 这个也看看 那个也看看 到最后你会产生出一种想囊括的心情 就说哎呀 这个店有好几件都适合我的 我要把每一件适合我的全都挑出来看看 最后把全店的 你那个看上去是非理性 其实是理性的 因为有人说过 除非你自己是服装设计师 你非常懂得搭配 否则的话呢 你买同一个牌子的衣服啊 它比较容易协调 哎 就是说你你你 比方说你买的都是Polo里边的 它大概是那个保守中产阶级的那一种风格 对不对 你要是你再跟Wasatchi去配在一起 那就就不就不搭配 所以你这个背后是有道理的 还有一个 我没去过日本 但是我想大约日本也如此 就是我在欧洲购物的体验 为什么就会买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不是价钱的原因 它可能价钱比香港啊 差不多 甚至有可能还稍贵一点 哎 我就说这个爱屋及乌的心理 就人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应该为人家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首先你到了一个地方 哎呀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阳光 还有美丽的 你比如说又看到这个城堡 到博物馆 一看到这个西式的珍品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保护 你比如我想象在日本 你到京都 是吧 一千年以前的寺庙 是吧 这个微微噩噩 然后到哪儿听到禅院的钟声 住的又非常舒服 吃的那么又有文化 每一个人那么样的谦和有礼 对吧 整个的这一切 你就爱上了 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不花钱 你都有点对不住这趟旅程 你知道吗 就是 所以你进了一个店 然后看他的装修 他的灯光 哎 他的这个非常细致的东西 这就有一种爱屋及乌的一种购物体验 日本的商店呢 离面还是很远的 不相干的 但是呢 他有一个是的确全世界少有的 你一坐他的电梯啊 结果靓女在那里 永远在那里鞠躬 哎 我好同情他啊 他真是对吧 永远在那里鞠躬 他的服务是 是比较是最好的 对 不过你刚才讲到的 现在这么多人去买日本东西 我就觉得非常复杂的感受 你知道抵制日货是贯穿 整个中国现代史的 从林家铺子这个矛盾写的小说 三十年代开始 一直到前些年 中国人砸日本车 我们对钓鱼岛的事情的 这中国人怎么这么分裂呢 中国人怎么一方面 是这么的仇恨鬼子 他是鬼子哦 基本上是非我足类哦 但另外一方面 你们看这些人全盘的 不是我这些人 我只是中间的其他 很多人嘛 我不是说你不好 我是前客 我是义务的前客 我不是说你不好 但是就是的确你看到 这个非常两极化的一个现象吧 这个你们有困惑吗 我跟你说 我现在发现有的时候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这个远我们可以追溯到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是吧 近你可以追溯到什么 这拨人不是那拨人 比方说在这个飞机上 跟那个打那个泰国空姐的那个人 或者说像你说的 在泰国这个白庙 把人家那个厕所给 卫生巾贴墙上的 对卫生巾贴墙上的这个人 我大约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但是我我总觉得不是我们朋友圈里的人 甚至我总觉得 他不一定是经常看新闻刷屏的人 我想象 因为我觉得一个只要粗通常识的人 他要经常看有关国人形象的这些新闻 经常看朋友圈里这些心灵鸡汤 他大约是不会补充厕所的 对吧 当然这也是我的武断 所以很多时候你比如网上说 反日的这些人 和到日本买电饭包马桶盖的这些人 他是不是同一种人 你甚至在咱们中国有时候很 因为网络的出现一个虚拟的出现 你也知道会出现一个虚拟的民意 虚拟的统计 就是我一直记得当年有个作家 这个李银河的这个这个以前的这个王小波 他提过一个概念叫沉默的大多数 对吧 有的时候现在形成一个众人的意思 你要注意到 你全是在这个小屏幕上看来的 可是我同样想会不会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是属于只是看 从来不留言的 那么这部分人 你并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或者甚至于我怀疑 有没有很大一个面积人口的人 其实我老实跟你讲 我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我不表态 我对很多社会热点有一个心理上的距离 就是我当西洋姐 我就是看客 我看看 但是呢我不大表态也更不喜欢留言 可是实际上这一部分人 也是统计上的一个人口 可是他不发声 你不知道 要是他真是两拨人 那这个事情还比较简单 我有点怀疑是一家人 也有可能 就是女的在那边买了太多的化妆品了 花钱太多了 男的就在这里网上说诈评东京 也有一家人 但是我比较同意文涛的一节 我还是觉得整体上应该是两拨人 两拨人 对 而且不是在一起的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一 就是这一同一类人 他会这么分裂 就一方面在网上所谓的键盘侠 抵制日货 然后另一方面他去大肆去购买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不是同一类人 其实你刚才说的问题 我也在想过 就特别是你要跟普通的 或跟日常的日本人打交道 他们有时候也会问一些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日本媒体上 会看到一些报道 说好像中国人这些极端的 也就是特别排日的这个新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 而或者说 我们在日常接触的中国人 好像跟我们在 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中国人不太一样 我也是跟他们讲这个观点 我说中国人一个是这个人口基础太大 然后各个阶层 他其实他辐射的那个面特别广 然后像我也跟他举例子 我说像我这种人 我在网上就是沉默的 我只是看 我从来不表达意见 因为我想为什么我不表达意见 你其实我们是有态度的 我们不是没有态度 另外我想我们也不是不表达 我们只是有我们表达的渠道 你在节目上也是一个表达的渠道 我在我的工作上有表达渠道 徐老师在他的 其实我们表达渠道很多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网络上 我们去跟那些 就是所谓的愤青或极端的那些人 我们去在那上面发言 还有很多工人农民 你发现没有 他上网他看的很多是看点娱乐节目 或者看点好玩的消息 他不见得给你发表他的政治意见 你明白吗 对吧 他看完了 他还是去买 当然看 看也是一种表态 因为点击率 也是一个对事情的热度的一种参与 就是我前两天还看一个人写的文章 当然开始说的也是过头话 就说有的人你减这个港澳通行证 说你你你把港澳通行证减了 可是你老婆不还得到香港买那个进口奶粉吗 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有一个就是啊 我始终认为就是说我在香港生活多年 但是咱毕竟不是香港本本本本的就是土生土长的 所以我老觉得我不太了解香港人心里到底想什么 但是就是我只是从常理上有时候会看 你比如说日本 你发现没有 我看日本媒体的访问 他这个是中国个别中国游客 是让他讨厌 可是他还是觉得 我们有什么好抱怨的 有什么好抱怨的 赚钱 赚了这么多钱 对 你比如说香港有些商场 确实是你 我有时候都觉得烦 大家会那个购物的 一大棒一大棒的 乌乌扬扬的是吧 是有点烦 可是你知道我记得当年这个 我就跑个题啊 就是你阿诚老师就曾经跟我讲啊 他他他讲 他说你看这个唐朝人是个什么气氛 他就有时候觉得 他觉得就说是广 广州话比普通话更接近这个唐音 对吧 他有时候喜欢住在这个市井 他见这些市井啊 酒楼啊 江港的茶楼 你看每一次坐的满满当当 热气腾腾的 广东话叮叮光光的时候啊 他觉得有一种这种唐朝会不会啊 市井就是有这么一种健忘之气 很健忘之气 我就从这联想到什么呢 我说你比如说 对于一个经商的民族来说 这个货如轮转啊 车水马龙啊 熙熙攘攘 在宋代就是这样啊 你看清明上河图 这种拥挤不通 这都是黄金万两啊 对吧 这个好像应该是对商家来说 或者对这个地区的人来说 这是兴旺的一种表现 但是为什么香港人就那么 就部分香港人 他就那么讨厌 那是因为香港内部斗争计划 很多是政治原因 民众有气氛 转渠道 发泄在水客身上 可能不完全是因为买东西的原因 有很多别的东西 他们别的渠道表达不出来 所以它是一种 我们可以这样说 是一种极端势力 而且本身也是违法的 当然内地游客有些做派 有些行为的规范 值得议论之处 但总体来说 你知道我上课在讲香港文学 我就讲到香港什么时候开始 跟内地分割 就是有身份证 这一说啊 其实是50年 为什么会有呢 因为那时候林彪的四爷 已经在广州 要收复香港非常容易 为什么不收复呢 原因是因为朝鲜战争 因为朝鲜那里一打 中国需要买药 知道吧 需要一个地方买药 买情报买军火 主要是买药 所以呢 当时就决定 这个香港 就是就让他去这个殖民地 那个大的那个国贸 什么什么华 华帽还是华润 华润 就是这样 对 就这样诞生的 就这样诞生 然后就开始了 有了身份证就是香港 所以我跟他们同学开玩笑 我说大家最近对香港 出现了很多奶粉店 名义都叫药店 很多人就觉得 好像香港堕落了 我说这不是 这回到开始香港的出租 就是给大陆买药的 不过那个时候 是为了打仗买药 佩妮西林 现在是买奶粉 对不对 但是你说 道理我都明白 但是具体看到现象 我有时候还是非常困惑 我这个以我的有限的知识和感受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我前一阵去了广东道的 趴达 那个很高级的店 进去里面 大部分是内地的买衣服的 那店员很开心 而且不减价 在原价 然后我就看到 一对夫妻 那个男的在看衣服 女的在帮小孩换尿布 就坐在沙发上啊 那他也没有撒尿出来 他就是当众啊 就是在一个高级的这个店里 就把这个尿布抽出来 换一个新的尿布上去 我在看了呢 总是有点奇怪 你知道 你说有谁错吗 那小孩 尿布要换吧 对吧 那么旁边的人 看得难过 是难过 我相信一般的 因为这样的店 一般不大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更不要说 也有的人穿衣服 拿了一个服 吃了男的 就当众衣服脱掉 就在这里试了 营业员拦着拦不住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个 我不知道 换尿布 你当然你可以苛求说 宜家家家居啊 他专门有个厕所 是给你们换尿布的 但是呢 你是想 假如假如你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 就我觉得一般的香港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去LV 去趴达消费呢 大概不会带几个月的小孩去 对不对 是用这样的方法 但是你游客马上可以说 那我没办法 我是来旅行啊 我这个小孩 这个时候没有人来照顾啊 我非得带着他 那老公现在要去看西装了 我非得带着这个小孩啊 所以我就在旁边看 看了以后 我相信如果旁边有个香港人拍照 这个内地人也很不高兴 但是香港人看的这个景象 他也很不高兴 这到底是谁错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 以我在日本这个短期的 就是这种生活的经历 我能理解徐老师说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 徐老师也是在香港 就是你会常住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视角 你会经常不自觉的 有一个对比 这大陆人 其实我们是有时候是在中间 因为你又在这个 在这个文化里 短暂的生活过 比如我去日本 日本你知道他可以有时候 你可以说日本人规矩太多 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说话 哎呀 他们在地铁里不能接电话 对 都是一接电话 如果电话零响 那简直有如犯了大错 那都赶紧把电话按掉 然后小声道歉 然后呢 你只要就是 有时候你在公共场所 一听到声音高的地方 就知道 咱们这个同胞来了 然后再 真的真的是这样 然后你有时候觉得 哎呀 我有时候也很矛盾 我觉得挺好 你看中国人到哪 热热闹闹的 就像你说的啊 这个 然后我还想 你比如到日本泡温泉 这边永远是安安静静的 然后他们就在好像欣赏 这海边 你看 比如说我在海边去 一个温泉 一边看着大海的落日 一边感慨 哎呀 这个自然之美 然后旁边就听到声音 你怎么泡啊 没有 我倒没有 那个 因为那个地方 可能比较偏吧 就是旅行团很少 但是我就想 哎 如果是在中国开一个这样的地方 那就多热闹啊 大麻将的 没错 弄茶的 我也想 这日本人是不是太不会生活了 咱们中国人 这过得多热呢 你说的对啊 如果一个温泉在中国 大家热热闹闹 但在日本安安静静 其实都没错 这里一个关键词叫 露香随 对 我也是这个问题 其实 欧洲有些店 有些店 你就知道 你穿某一类的衣服 你不适合于进去 你自己 理论上没啥错 但有些店 就像他们卖定制西装的店 你穿着短裤拖鞋 你就不进去了 你说我改天去定制西装 我就另外穿一套衣服去 对对对 我并不一定觉得 他这个规矩有啥道理 但是既然他们都这么做 那我也就遵守他这个 是不是应该这样 互相随俗 对不对 你讲的好 就是广州前些年啊 还曾经清除过一部分大排档 其实我就不太愿意 因为我觉得 我挺喜欢 就是你需要喧闹 哎呦甚至光这个绑子 一条腿 喝啤酒 干炒牛河 哎呦那个锅气啊 就是你知道 有这么一种地方啊 你可以去 你想要这种味道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 但是呢 你不能到音乐厅 还这样 我最近 就是去听音乐会的 一个是一个在广州的 一个在这个北京的 当然这是常见的 就是讲人家这个外国乐团的指挥 咱们这儿这孩子哭 他那边借手机响 你这最后到了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指挥啊 就本来背着是停下来了 就看着他 那就看着他 哎 我觉得你丢这个就丢人了 你知道吧 这是他这个欣赏交响音乐 就虽然是在中国 但是他就是 你入了这儿 就是入了他的俗 你就像你欣赏芭蕾舞 欣赏歌剧 你应该应有的一个 应该这样看 连这种中 就是乐章跟乐章之间 不鼓掌 也是他音乐的一部分 是 咱们好 现在是乐章和乐章之间 不鼓掌 每次我去看节目 还要中间打一个大屏幕 和乐 就是要提醒你 要不然的话 那掌声雷动啊 然后现在没办法 经常有地方 你打上字幕些 乐章和乐章之间 请不要鼓掌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 哪一个是乐章跟乐章之间 还是不同的曲目之间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非得这样呢 他只能这样理解 这是他音乐的一部分 他不要被打断 对 他是一个整体性 你入乡随人家的俗 好多外国人 他也喜欢中国的俗 就是咱们的一些集市 宣熙熙攘攘 他也得到一个美感 他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乡土这种调点 但是我是觉得 你比如说 而且就像我说的 这种喧闹 其实往往意味着某种兴旺 对吧 生命力 兴旺 而且但是呢 比如就在香港 有一次 我跟我们公司 一个香港同事 我就在讲我刚才这个 但是他讲的 我也是就琢磨 我说我记得 我来香港有18年了 我说我当年来香港的 我刚来香港的时候 碰个节庆日 就特别这个多人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香港市民的气氛 是高兴的 就就旺 就做生意的民族 我跟你说 他肯定的旺 很旺 似乎都觉得 就是欲有熔焉的那种感觉 说明香港旺 但是我那天跟咱们公司讲 他说 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吗 大家发财吗 他说 我给你美高兴工 但是咱们凤凰的工资 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就说 他就 我几年没加人工 几年没加人工 他说 那挣钱是谁挣了 我没有挣 我没有挣 就是你看他 工作量增加了很多 工作量增加了很多 他个人的收入 他说你说 旺我没挣到钱 low sizing 老板挣到钱了 可能老板 百货公司老板挣到钱 但是老板有没有给 所以就是有一个 利益分配的问题 就是你是获得利益 但是你利益分配 如果比如说不公平 或者不 因为我们中联办的说法 就是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的险落 结构性矛盾 他还是有 他还是有 另外我还看了一个数据 我觉得就是也能帮助我们 理解他们口数 他在讲 比如说中国大陆 就是旅游 来的旅游人口 比如一年 我棒的具体数 比如说九千万 香港可能就是八千万 你知道香港的体积 和中国的体积 那是没法比的 所以就是他每平方公里 接纳那个人 绝对为您播出 健康性概念 超过香港本地的人口 就是他的每平方公里 容纳的这个 这个外来人口 这个人数 已经远远超过 他是有问题